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了好吃的多层发面大饼 做法简单又省事 首先盆中咱们准备600克的普通面粉 家里人口少的,可以放300克 放一袋这个老面味的发酵粉 它蒸出了包子呀,馒头呀 没有酵母的味道 加入360毫升的温水 边倒边搅拌 搅拌这样的大面絮状 加入一点点猪油 大概8-10克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下手揉成团 揉成面团以后 直接一大板上 然后我们给它推腊揉搓 一定要把这颗粒状揉匀 揉成一个表面特别光滑的面团 然后从中间一分为二 给它分成两个面团 然后把两分面团再次给它揉匀 接下来制作个油酥 两勺面粉 加入半勺的椒盐粉 倒入熟油 搅拌均匀 调成油酥 取过一份面团直接压扁 先用擀面杖给它压开 然后再擀开 擀成长方形的片中 擀成这样长方形的大片子 面片的表面垫上油酥 用刮板给它涂抹均匀 看一下在这个右侧的边缘处 给它留一点点空白 然后上下两端滑个印记 切上三刀 中间不要切通 然后上下两片面片上中间对叠 压一压 继续往前走 同样的手法向中间对叠 最后的一片也搭过来 轻轻撑拉一下向中间对叠 底边一片也撑拉一下 对叠过来 看一下我们预留的这空白处 边缘处给它抹一点水 然后给它捏紧封口 另一边也一样的封口 上面这块面片就不用捏了 同样给它刷一点水 让它粘合住就好了 叠加好的面剂子我们用擀面杖 匀劲给它压开 上下压 左右压 然后给它翻个面 擀开 大概一厘米半的厚度 擀成这样的方便即可 蒸屉上我们给它放一张蒸油纸 擀好的生坯放进来 放在锅中醒至 锅中提前放入温水 擀好的大饼我们放入锅内醒至 盖上盖子 醒发至1.5倍的 看一下这大饼已经醒发好了 变得特别蓬松了 这时候我们盖上盖子 先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周上18分钟 时间到了 关火焖上三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打开盖子看一下 不错 可以出锅了 出锅以后 饼盖中我们给它少摸一点油 煎一下 不喜欢煎的可以直接吃 有热以后放入大饼 底部煎着一分钟 然后给饼翻面 另一边也煎着一分钟 翻面看一下 两边成这样金黄色 就可以出锅了 接下来我们给它切开 看一下里面的层次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层次 看一下 各个都是小包层 各个都是这种特别明显的层次 是不是做法比蒸馒头都简单 喜欢的家人们 动手试做吧